2018年应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样的一年 或者说这种转折意义主要体现在呢 就是2018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呢 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正案或者说就是修宪 那么习近平通过这种修宪来保证了自己的这种职位呢 能够涌坐江山 那么就是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那么这个举措令世人哗然 被很多人呢解读为是这种一种倒行逆施的这样一种措施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教一下小平先生 请您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一番解读 好谢谢安华先生啊也谢谢马俊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啊 迪拜的绚丽的这个灯光和这个烟火啊 让我们首先感觉到了全球这个进入新年的盛况 然后呢接着我们看到了香港啊迎新年的盛况 那么纽约呢啊我们仍然在在工作啊在工作中跟大家一起迎来这个新年啊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呢这个安华先生呢要我来讲讲这个修宪啊 因为我做主持人的缘故呢我采访了国内大概有四五位嘉宾啊 啊他们在评价2018年中国的大事的时候呢啊几乎是毫无一致的把这个2018年3月的这个两会修宪 作为2018年中国的头号大事 那么呢我看了中国官方啊新华社评选的啊2018年的那个国内政治大事啊 那个当然他没有说是修宪是头号大事 当然他说了两会贯彻师九大部署凝聚共识力量 作为2018年的头号国内政治大事 那么其中呢包括啊通过这个修宪修正案啊 所以说呢显然啊虽然这个新华社没有直接说修这个习近平在修宪啊 这个修宪案 那么呢实际上说的跟我们那个民间学者评论的是一码事 就是都认为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这个修宪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国内的学者呢我已经采访过啊这个荣健先生啊 他在五加一关键时刻里呢呢 把这个中国的2018年五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宪 那么明镜做的另外一个采访 就是这个节目呢啊将在将要在明天啊播出 这么一个节目呢有三位嘉宾同时把这个修宪也列为头号大事 因此呢看样子呢就是说体制例外这个将修宪列为啊 头号大事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从我的解读来看为什么他重要 为什么会列为头号大事 那么我认为第一在国内政治上呢 习近平修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这个里程碑呢第一标志着他对邓小平的否定 走到了一个啊这个节点上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领袖的现任制呢啊最高领导人的现任制呢 虽然在邓小平时代没有完成 但是完成了95%啊可以这么说 那么呢还是那么一点点小尾巴没有割掉 嗯习近平先生呢啊从这个小尾巴里头呢发现了这个机会啊 因此呢把这个连邓小平的这个小尾巴呢 他瞪住了这个小尾巴 然后呢几乎要把这头牛啊要往回拉 就是这个国家主席的现任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修宪的变化 那么呢从现在来看呢 经过这次修宪之后呢 国家主席任期可以不受限制 加上目前胆赃中 对这个啊这个中共总书记的任期没有没有限制 没有明确限制啊 再加上中国宪法对军委主席没有限制 因此呢中国啊官方用了一个三位一体 无限制的这样一种东西啊 就是说习近平先任党政军 在各个方面已经都没有限制了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呢啊这个有一些观点认为 就是说是中国政治力量 就是说较量到此的一个节点啊 就是在此以前你们还知道也许习近平先生啊会在政治上啊是一个多面孔 但是到到走到这一步的话呢 人家觉得他就是一个面孔了啊 大体上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啊 那么呢这个反对他的一些力量呢 也因此为节点呢啊更好的团结在一起 因此呢他们说是反对力量倒习的一个节点啊 这是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在国际上 国际上呢还是因为习近平先生啊上来以后 他的面孔不清楚 人们还在猜他能做什么他不会做什么 甚至于呢啊这个美国这边啊 当初在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呢 选择啊觉得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套东西 这个人太黑不会要他 最后呢他们觉得啊应该啊力捧习近平 那么美国总统啊美国那个美国时候那个美国的官员到 后来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能给习近平添乱啊 所以说呢美国在习近平上台的问题上 美国在后面是支持他的 那么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比薄熙来开明啊 觉得他这个施政以后呢有模糊性有可塑性等等 但是呢这个修宪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国内政治已经没有可塑性了 那么这个延续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他的这种啊对习近平先生的这种战略性的国内政治这种战略地位啊 导致了后来美国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强异化啊 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打贸易仗呢 那是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啊 如果美国人看到中国换领导之后呢啊 这个能换出一个具有开明具有改革景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呢 美国人也许还会给中国机会啊 因为无论是美国的拥抱的熊猫派还是美国的屠龙派 他们都希望中国的这个历史定位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那个点上 如果谁把这个历史定位不定在那个开放点改开放的这个点上呢 那么这个人就有问题 那么熊猫派不会接受他啊 屠龙派也不会接受他 那么习近平现在就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因此呢他这个修宪让美国的熊猫派和美国的这个啊 屠龙派呢都有了一次批评习近平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子导致美国国内的这个对中国的开始强硬形成了一种共识 好了我先说这么一点 那么对这个问题就是刚刚小平先生已经梳理了一番啊 对在中国的国内啊 还有整个国际社会 还有啊美国的这个啊对中国的啊持两种啊 应该说一个熊猫派同龙派那么对于在习近平这个修宪之后啊 所凝聚起来的一种啊反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 应该说在2018年啊两会三月的两会修宪之后 那么这些力量呢啊最终能够找到一个发力点啊 那么集中啊发力那么导致呢啊习近平在整个啊这之后的啊 这个接下来的九个月当中是啊逐渐陷入这种啊 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种啊四面楚歌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到呢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呢 在这种他的改革开放啊 纪念这个改开40周年这个大会上的这个讲话当中呢 似乎能够感觉出来啊他在党内啊 在中共的党内啊党内外啊以及国内外 所受到的这种重重压力之下呢似乎感觉到已经有碰壁的啊 或者说啊有这种啊在想忘回啊撤啊或者说啊 是一种啊对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呢进行一番啊调整 不管这个调整是一种微调还是啊今后的可能有可能的这种啊大的调整 呃那么应该说在他的这篇讲话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么我还是想继续请教一下小平先生 您对他的这篇讲话有些什么样的解读和分析 这个讲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啊出来就不容易啊 因为啊荣健先生也讲的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为什么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40年的大会呢一直没有开啊啊应该开的这个最好的时间啊 不是年末而是年初啊因为刘鹤先生早就在这个国际社会放话了 啊中共习近平也放话就是说要中国要做一些举动 那么如果中国想对中世界做出一个掌新的一个姿态的话呢 那么2018年初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种因为在望重期待之中嘛 但是他没有开这个没有开呢就涉及到就是说对历史各个阶段的评价 对在这个历史各个阶段中扮演关键作用的人物的评价 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呢啊没有捋清楚没有形成共识 党内应该有争议 所以说这些没有共识的这种迹象呢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这个大会啊 之前已经通过报章已经显示出来了啊 例如说这个啊人民日报 他们改革开放的文章 居然有不提邓小平名字的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啊 所以说大家都看得出来人民日报这么干啊 是想琢磨某些人的意图啊 是不是某些人的真实的意图不知道 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之前啊有一系列的关于非邓化的一些事件啊 例如在深圳发生了一些事情 因此呢啊关于这样一个争论 实际上就是说啊核心问题就聚集在习邓关系 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上啊 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啊党内意识无法形成共识 因为无法形成共识导致了这个会议 无法这个这个在这个大再早一点举行啊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呢啊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啊 习近平在回顾这个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呢 对这些领袖人物的评价方面呢 那么邓小平啊还是聚在第一位啊 那么呢没有华国锋啊 那么是从邓小平讲起 讲了邓小平之后呢讲了习近平 讲了胡耀邦啊讲了这个啊 这个胡锦涛 再讲了这个还讲了这个江志明啊 讲了这几个人最后呢讲到2018以后啊 这个这个2018以后呢没有点是谁 但是他知道说的是他 那么从这个我很注意到这个细致性的差异啊 就是讲这些领导人的时候呢 文字都比讲18大以后的文字要少啊 对对他他讲的就在上面这个另外另外罗列的内容要比前面那几个领导人多得多啊 文字要多内容也要多得多因此呢这个东西在某个意义上 强调的是18大以后这位领导人的贡献啊 所以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既是妥协啊 如果你要我来准确的评价这个啊 给开发40年的大会的话呢 那么既是这个邓习关系的一个妥协啊 就是这个认知关系的一个妥协 同时呢习近平先生内心还是不服气啊 就是这样 对对 那么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篇讲话呢 有很多这个前后矛盾的一些地方 所以说感觉他是一个不情不愿的 或者说 您刚才说的这个不服气的这样的一个讲话 那么我们您刚才提到就是实际上 刘鹤呢在2018年这个1月份 曾经给这个世人呢 透露的一些这个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庆祝活动呢 像会向世人展现出超乎预想的 这样的一些信号 那么结果呢我们看到的信号呢就是啊 这个绕口链啊 这个该改的啊就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啊 那么这个您是怎么去解读他这句话 就说他这句话是不是有意思就是针对着 就是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的那篇演讲 还是就说他是这个临时起义呢 还是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妥协之后的 坚持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这样的一种举措 或者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这种倒行逆施四处碰壁 有没有服软的这种迹象 这个啊给改开大会呢 确确实实他服了一点软 但是习近平每一次服软的背后啊 都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击 那么你看见这个改开四十年大会 服完之后马上去政治局学习会议 所有人都要跟他做检讨啊给他汇报工作 所以说你这个这个 习近平先生不喜欢开大会 开大会对他不好为什么呢 他不容易这个从原理上来说他不容易控制 容易出事 因此呢他更多的喜欢开小会 那么现在这个开小会的这个最适合的规模就是政治局 在这个政治局呢他控制的这个政治局 可以增加他行动的合法性 那么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三天的这个会啊 都是什么 实际上是 这个妥协之后 习近平继续要求他们效忠的一个这么一个大会啊 早回来了对不对啊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我不认为因为我刚做完一个节目 我点评盘式的这个讲话 美国人不会拿习近平怎么样啊 这个美国人在某个意义上 现在只要习近平啊 跟美国人多切点蛋糕 或者是切蛋糕的时候 你给我玩公平一点啊 我过去几十年来 我帮助你重建了中国 那么你现在要 要取代我啊 要挑战我 要抢我的蛋糕 美国人这方面很生气 就你不够一丝啊 也觉得你这个品格有问题啊 你偷东西啊抢东西 怎么知识产权啊 这个技术转让 虽然这是美国人不高兴的地方 但是 川普先生也好 彭斯先生也好啊 川普先生说啊 我还是希望跟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虽然不叫战略性伙伴关系 是吧 但是彭斯先生说呢 我们还是希望你习近平 你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生来 后面还有一句我们美国别无所求 因此呢 这个不愿意改这个问题 跟美国没有关系 我是这么认为啊 不能改的地方 跟美国没有关系 美国要他改的地方 他都能改 那么就是这个 阿根廷会议 美国人要谈的这个东西 战略平要他 美国要他改他都会改啊 这个我觉得不会太大的问题 正好我们刚才这个节目开出的时候呢 播放了这个 川普跟习近平的电话 那么内容呢 那么这个川普先生很乐观 说我们谈论的东西呢 改革的走的很顺利啊 全面性的啊 这个都会改啊 这是没问题 所以说我说习近平先生 不愿意改的 不是涉及到跟美国的这边有什么不愿意改的 跟美国这边基本上有什么不能改的啊 我是这么认为 这第一个 那么所谓的最不能改的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一个啊 在这个修了县之后 有一些人 那时候清华大学的教授许战润就说了一个 你必须给我改回来 什么呢 修县的这个国家元首现任制 你改的改过去了吗 你必须改回来 那么等于是 这个讲话回答了许教授 我就是不改 嗯 这怎么能改回去呢 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不改啊 就说 那么也的确呢 就说就是关乎他的这种啊 这个位子啊 他的这个执政 执政权力的这种掌控呢 那么这是他绝不能放弃的 您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不改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啊 就是习近平的安危和他的政治安全的问题 和他的这个和他的这个啊 治理有关的这套这套制度 通过修宪固定下来这套东西 是不可能改的 那么包括哪些东西呢 啊这有套的修宪了 是吧 这个习近平思想啊 有新时代有的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 还有这个大权急于一喜的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啊任期没有限制 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改的啊 嗯 一个都不会改 这是一个 那么呢 剩下的就是所谓党的领导那套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都说党的领导是个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在领导吧 是吧 所以那并不是核心的内容 那么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社会主义制度 那全是可以伸缩的橡皮筋 有多少内容 没有多少内容 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在这个12198大会上吧 这个45年大会上吧 他罗列了那么多不能改的那些东西啊 那都是忽悠中共党内的左派啊 说这些东西我会照顾你们啊 我会留着啊 对啊 但是核心内容我觉得他不能改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谈谈他什么东西不能改 我们就看他2018年修行的时候什么改了啊 那是他不能改的啊 不能改 就这么简单化可以尽量啊 可以精确的定位他什么想改什么不能改 就这么简单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前后矛盾 或者说左右平衡的这种表态呢 实际上都是在忽悠啊两边的这些政治势力 那么对于他来说 应该说最看重的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啊 那么这也就是说他在两会期间改了什么 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他不能改的 或者说他所说的啊 不能犯所谓这种颠覆性的错误 那么这个也可能呢 就是说这种颠覆性错误 可能讲的也是这方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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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